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今天是2022年11月11日,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那对于移民签证之类的比较关注的,肯定收到这样的消息了,就是有传言说针对移民行业的打压已经开始了 有一个移民中介在推特上说,刚刚连夜街道公司指令删除微信朋友圈里所有和移民相关的内容 退出所有的移民大群,已有同行被请喝茶,移民行业可能即将面临整顿 不知未来还有没有移民公司帮助大家论了,有想法的尽快安排吧 昨天第一时间就发出来给大家看了,然后还有新的传言说是 今天开始大陆所有的公司官网都下架了护照项目 据说政策的走向是要控制到只留办理留学或者工作签证的业务 但是具体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且润且珍惜 另外一个也是比较类似的消息,整顿整个行业不准移民 所有带国家名字的移民大群都解散了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针对高净值人群,较净资产或银行存款 在1000万元以上的成立了高净值人事管理局 对于这部分人会做一个专门的纳税信息整理 做出相应纳税人的大数据模块 然后针对移民人员出台注销户籍税 想要离开祖国的人都必须要到税务机关出去清税证明 这些信息在最近也就是开完20大以后非常密集的出来 主要就是针对移民人群,想要润出去的人 想要把钱带出去的人,钱比较多的人 做的非常大的一个统一步骤的行动 可以这样讲 如果是单一信息来源的说移民要整顿了,移民要管起来了之类的,可能还没那么吓人 但是这类消息从各个来源密集的出现,我觉得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了 所谓无风不起浪,我觉得大概率就是真的 三年以来我们都已经习惯了,谣言基本都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所以我觉得还是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件真的事情为好 大概率它就是真的 那罗宾大叔在三年以来的节目一直在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讲 你要最好办个身份 你要是想移民不移居,你办个身份也是必要的 你没有移民间的国家办个绿卡,办个居留卡,办个长期签证,美国加拿大的长期签证 总好过你什么都没有一本白本的护照 甚至有的人心比较大的,连白本护照都没有,手头压根没有护照的 然而仍然觉得自己人五人六的,觉得自己在中国生活的不错 一线城市,它的硬件,它的服务,它的国际化水平是远超其他国家,感应超美,我们最好,上海北京世界第一这种感觉 那事实确实如此,他们可能有很多钱,名下北上广深,三四套房,四五套房,对吧 身家也有半个小目标,一个小目标,这个确实是 然后收入也相当的不菲,那可以这样讲 即使一点都不工作,就就此躺平,吃利息,吃房租也可以过得非常的舒服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这是有一个大前提 这个大前提就是你所在的生存环境,它的政治氛围比较平稳 它不会经历比较大的动荡 从现在到你过世的这几十年时间,这个国家它要比较安稳 不会什么革命,不会什么文革之类的 这种事情不会发生,那你才能安安稳稳的吃着你的利息 吃着你的房租,吃着你这些巨额的资产,安稳的过完这一生 那中国它有没有这样的保证,有没有这样的稳定性 可以说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问号的 过去三年我们也已经结结实实的挨了铁锤了,挨了铁拳了 很多在中国长期居住的外籍人士,外国友人,海外华侨 都已经纷纷的回流了,很多本身资产比较丰厚的也都纷纷的润走了 作为一个可能没有像那些明星,大款,富二代,官二代,权二代这样 有这么强实力的人,他们都走了,他们都有货路了 为什么你觉得你会比他们更高明,你比他们的眼光看得更准呢? 就像我说的,有钱人有权人,他不一定比你聪明,他不一定比你智商高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得到的消息肯定比你快,比你准 所以他们做出的判断呢,也大概率会比你更有前瞻性 那你凭什么觉得你在有限的信息下做出的判断会比他们更高明呢? 就比如说现在要决定要不要认出去啊,要不要移民的话 你凭什么觉得你留在这边就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呢? 当然这只是针对一些经济能力颇为不错的人说的 那接下来讲的呢,就是经济能力一般的啊,就属于中产水平 中产偏下,工薪阶层啊,那这部分人要不要认,要不要移民 当然现在可能机会也不是那么好了 因为国家对于移民行业的整顿一旦开始呢 可能这个难度就会指数级别上升了 前期都会有一些小小的炮火准备 包括像针对投资移民的公证 他出了一个规范的要求啊 就说起来是规范,其实就是不太想给你出这个证明 你想要投资移民是吧?行,我公证件不给你出 那你就没法投资移民了吗?那你只能就乖乖的走向那些留学移民啊 工作移民啊,或者其他方向的啊 这种不需要投大量资金出去的移民项目 那就等于其实又把一个门敲陌生的给关掉一点了 那现在这个只不过就是最后准备都做好了 然后大喊一声交枪不杀这种感觉了 最后的冲锋号已经吹响了 那移民这扇门呢可能也就几个月 最多也就半年一年就会彻底关上了 那作为工薪阶层,作为中产,中产偏下的这一层 你到底是想要在这个最后的门关上这个期间奋力搏 越出去再说呢,还说算了 反正能力有限啊,就狗在这边吧 说不定没那么差呢,对吧 这个问题是需要你自己好好想一想的 而且呢这个问题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对每个家庭来说他都有自己的考量 每个家庭有的人他压根就离不开 比如说老人在国内需要人照顾 一刻都离不开呢,那你当然走不了 比如说小孩一句英文也不会说的 或者英文比较差的出去 肯定适应不了的 那你觉得算了,为了孩子还是留在国内吧 对吧,这个根据你个人的情况 你的选择都是不一样的 我也不能说你就无脑往外移民出去 就一定是个好的选择 但是呢情形是比较紧张了 现在呢确实是比较危急的时刻 英文里面这样说的吧 now or never 你要么就现在走 要么就永远走不了了 就是这么一几几乎已经到了这么一个时间点了 now or never 那你手头如果还有一本护照的 全家人还有一本有效的护照的 那我非常建议你 还是去看一看 看看有没有那些能够移民不宜居的国家 能够在境外直接办理绿卡的国家 比如说我一直在讲的 小国的移民像瓦努阿图绿卡 像韩国的存款移民 这些他不需要你去做移民间的 那如果有点钱的可以考虑这个葡萄牙的移民 他对于移民间的要求也非常的松 一年去一回 去一两周时间就可以了 你可以去考虑配置这么一个绿卡 或者配置这么一个长期签证 至少你手里美国加拿大签证拿一个吧 那你出去 你万一出了什么比较更严重的事件 更重大的事件 你好歹有个机会买张机票就走 不至于到了那个时候你再来问 怎么办绿卡 怎么办签证 我怎么出去 有没有什么办法 那个时候是真没办法了 你如果事先不去做这个准备 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现在这段时间 过去一二三年 润出去的这帮人 他们做准备是很早很早的 三四年前五六年前 就开始做这些准备了 包括公正的准备 学历的准备 留学的准备 海外雇主的准备 投资的准备 这个钱的准备 把这个钱都汇出去 慢慢的给搬出去 这些准备很早就做起来了 你凭什么认为你事到临头 就一两个月时间 你就做的能比别人更好呢 对吧 那没可能的呀 所以说呢 你要走 你就现在就走 现在就准备起来 千万别说 啊等到这个形势再差一点 实在不行了 我再走 那就这样讲吧 就封控的时候 你想去超市抢菜 你觉得你冲到超市 超市里还会有菜吗 这种事情就是非常现实 非常客观的 那多的也不想再多讲了 实在觉得自己太过啰嗦了 那如果对于美国签证 加拿大签证 或者万华图移民有兴趣的 但凡还想办一点 这种长期签证 或者小国绿卡的话 可以来找罗宾大叔 添加微信 或者电报付费咨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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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